第五百八十一章 你可愿跟我走 小说 先武帝尊 作者 六界三道 一日 天还未亮 古三通和乌鸦道人这俩货变起来了 杂杂呼呼的要开工 诸如中将 天宗老祖他们 也已经起身建造聚灵阵和传送阵了 一切都在有条不紊的进行着 小别院里 那小阁楼看上去 还是很像在晃动 而且很有节奏 不过 今日可没有昨天那么扯淡的事情 因为是大铁床啊 硬 不是一般的硬 不知何时 叶辰这才神清气爽地走出了阁楼 狠狠地伸了一个懒腰 那脸上虽然没有字 但盛似有字 而且怎么看 都像是一个大大的爽字 有媳妇真好 嘿嘿嘿 叶辰黑黑一笑 而且笑得还有点贱 你今天就要去第九分店吗 阁楼里 楚琳儿也走了出来 衣衫和绣发都还有些凌乱 脸颊是潮红的 但美眸中却满是担忧之色 怎么 舍不得我 叶辰一笑 摸了摸楚琳儿的脸颊 还不忘拨动了一下 她那垂下来的一缕绣发 让我跟你一块去吧 楚琳儿抿了抿嘴唇 一只手还拉着叶辰的衣衫 生怕一个荒神 面前这青年就会消失的不见了 你去 我反而会分心 叶辰笑了笑 最后捏了捏楚琳儿的脸颊 便轻轻转身 走出两步 都还不忘回头 渐渐一笑 洗干净等我回来哦 你走了 我就改嫁 楚琳儿美好气地瞪了叶辰一眼 转身又走进了阁楼里了 这世上 还有人敢娶我的女人 叶辰笑了笑 抬脚走出了小院 搞事情啊 出了小院 叶辰便一路来到了千秋古城的地宫之中 他来时 地宫中一座庞大的传送阵前 一道倩影 已经在那里等待了 仔细一看 乃是楚琳玉 哟 新郎官来了 还未等叶辰说话 楚琳儿便眨巴得美眸开口了 听说你昨天打造了一张大铁床 怎么样 爽不爽 我擦了个去了 你呀能不能矜持点 叶辰唏嘘咧舌了一声 舌舌舌 我跟楚琳儿的名字就差一个字 这差距咋就这么大了 这倒是实话 叶辰扣了扣耳朵 说着还不忘上下打亮了一眼楚琳玉 目光在他的御风停了一两秒 你的的确没有他的打 瞎说 我这是标准尺码 楚琳儿说着还不忘捂住了自己御风 嗯 是挺标准的 叶辰将抠出的耳屎 很随意地吹了出去 问道 怎么个意思 你也要出去千秋古城 不然 你以为父亲他们会放心你一个人去 楚琳儿瞥了一眼 便开始调传颂镇的坐标 你虽然有辗准天静的实力 但小心点总是好的 我可不想还没嫁人 就变成了寡妇 那多不好 七 叶辰一脸不以为然 抬脚走进了传颂镇 走了 楚琳玉也抬脚走了进去 而且还很不矜持地伸了一个懒腰 很快 传颂镇颤动 由慢到快 空间之力四溢 两人瞬间消失在了传颂镇里 出了千秋古城 两人便踏入了虚空 如一道长虹一般向着一方飞去 三个时辰之后 两人驻足在一片古老的战场 助力在虚空中 楚琳玉倒是没有什么 倒是叶辰 俯瞰着这片凡人国度的古战场 眸中还有伤痛之色 这里 便是奇鲁之地 当日尹志平就把西岩绑到了这里 西岩也是 在这死在他的怀里了 直到如今 他们都还没有寻到西岩的尸身 漠然间 叶辰谋中的伤痛 化作了冰冷的寒芒 堵地私人 有的不只是伤痛 还有仇恨 不知何时 叶辰这才缓缓转身 楚琳玉看了一眼下方 暗自叹息了一声 对着这里的事情 他听说了 叶辰就是在这里沉默了的 这才一步步坠入了影之平 事先为他设好的陷阱 这也才有了后面的杀神情欲 两人再次出现 是一条血色的长河 本来 这条长河不是血色的 只因战争死去人的尸体 被投入了其中 久而久之 就变成了血色的 还有一个专属的名字 藏尸海 虎啊 叶辰喃喃了一声 沉海中不由地浮现出了那个憨厚朴实的少年 如今站在这里 他似是能看到 一副支离破碎的画面 那就是 被锁在狗笼里的虎娃 被投入葬尸海时的无助 让人看着看着鼻子不由地发酸 沿着这条河 给我仔仔细细地走 生要见人 死要见尸 终究 叶辰开口了 顿时 微风轻浮 空间扭曲了一下 两道黑衣人影 不分先后地走出 按照叶辰的指示 沿着河道 一步步 一丈丈地寻了下去 最后看了一眼这藏尸海 叶辰深吸了一口气 再次踏上了虚空 期间 两人又去了一趟赵国 隔着很远 看了一眼西岩的父皇母后 他们站在栏杆前 摇看着横跃的方向 似是在看自己的女儿一般 哎 叶辰叹息一声 又离开了 去了一个小村落 而那个等待哥哥的魂魄阿里 早已不见了 夜晚 两人 现身在了一个瀑布前 这地方不错 楚灵玉瞟了一眼四周 是挺不错的 叶辰很随意地回了一句 而后踏着虚空 走进了瀑布里 岩壁上的一个山洞 咦 楚灵玉轻移了一声 饶是他也曾发现 里面还藏着一个山洞 不由地跟了进去 依旧是那种古老沧桑的蛮荒之气 夜晨三两步就来了最深处 看着地面一处 笑道 我来接你了 这次 你可愿跟我走 听到这话 刚刚走进来的楚灵玉 一阵错愕 以为夜晨再跟鬼说话 不过很快 弟弟就响起了嗡鸣声 地面裂开了 一把黑色的长剑飞了出来 颤鸣声不绝于耳 飞了一圈之后 这才悬浮在了夜晨身前 见状 夜晨伸出了手掌 将长剑握在了手中 如今 他是空明镜的修士 已然可以承受 长剑几万斤的重量 也得到了长剑的认可 不然 他也不会自己跑出来 无闻 一旁 楚灵玉看了一眼 长剑上刻着的细小符纹 不由地诧异了一声 美眸也随之微眯了起来 以他的眼界 自然看得出长剑的不凡 嗡 嗡 这边 夜晨手握的长剑再次嗡鸣 在夜晨的手中 幻化成了一杆黑色的绽毛 见此变化 夜晨也不由地诧异了 绽毛还在嗡鸣而动 刻着古老的乌纹 萦绕着雷电 留意着蛮荒之气 每一缕都无比的沉重 特别是里面蕴含的力量 饶使夜晨都深深忌惮 好 夜晨不由地一声叫好 如此有灵智 而又对原主人忠心的长剑 自然是世间少见宝贝 你主乃巫族大巫 能射穿天阳 必是宫盖诸天之辈 乃是当之无愧的皇 我为你赐名 乌黄沾毛 出了山洞 两人再次脚踏虚空 向着横跃第九分第二去 一路上 夜晨都握着那杆乌黄沾毛 翻来覆去的打量 因为他的太不凡了 如此沉重 用来砸人 感觉应该很好 夜晨小声嘀咕了一句 我现在才发现 你的精力如此的丰富 一旁 楚灵欲瞟了一眼夜晨 你到底是个什么怪胎 怎么搞都搞不死 怎么走都能捡到宝贝吗 看看 不懂了吧 这叫人品 人品懂不懂 七 楚灵欲一脸不以为然 哼 碰 楚灵欲话语刚落 远方便传来轰鸣声 闻声 夜晨翻手 收了乌黄绽毛 脚踏着神红 一路飞了过去 破 破 群衫之中 血光闪烁 一个身穿白衣的青年 和一个身穿青衣 正在力战三个黑衣老者 大战甚是惨烈 白衣青年和青衣女子的衣衫 已然被染成了血红色 不过 仔细去瞅 那白衣青年和青衣女子 有些面熟 再仔细一看 那可不就是灵霄和萧香吗 说话间 两人纷纷受窗 自虚空坠落了下去 将两座山峰砸得崩塌 破 破 刚刚起身 两人被纷纷吐出了一口鲜血 亮亮呛呛地爬了起来 灵力纷纷溃散 气势也在一瞬间遗落千丈 两人受伤太重 特别是灵霄 浑身血喝 而且每一道伤口处 都闪着幽光 在化解着他的精气 使得伤口久久都不能愈合 特别是脊背上一道剑痕 简直太深了 深的都还能隐约看到几股 是我害了你 两人相互搀扶 萧香却是满眼泪光地看着灵霄 若非是我 你也不会被赶出家族 也不会被追杀 更加不会沦落到如此境地 说什么傻话 灵霄疲惫一笑 口中涌血不断 嘖嘖嘖 真是感动啊 虚空中 三个黑衣人分裂在三个方向 一脸饶有兴趣地看着两人 对于他们的话语 灵霄直接无视 反而张开了沾血的手臂 怀抱住了萧香 一脸的温情 黄泉路上有你做陪 灵霄死也无憾 简两人不再抵抗 其中一个黑衣人凶宁一笑 指尖已有幽光萦绕 真 随着简的争鸣 一道神芒自虚空射下 一路洞穿了空间 直逼灵霄和萧香而去 此神芒无比凌厉 若是不出意外 灵霄和萧香 下一刻就被诛杀 黄泉路上有你做陪 萧香也无憾 萧香疲惫的依偎在 灵霄的怀里 没有死的恐惧 只有女子的柔情 正 神芒已到 锐利无比 天道 开 就在此刻 一道飘渺的声音响起 不知声音源自何处 本章完 第582章 还真是不错 小说 仙武帝尊 作者 六界三道 天道 开 随着飘渺的声音响起 灵霄和萧香的身前 却是有雷电撕裂 空间在扭曲 形成了漩涡 漩涡中心还有一个黑洞 那射来的神芒 射进了黑洞之中 便消失不见了 嗯 此诡异的一幕 让三个黑衣人也猛猛地微眯了一下 破 随着血光乍现 其中一个黑衣人的丹海 瞬间被冻穿 浑身修为被废得干干净净 破 破 接连鲜血飞溅 另外两个黑衣人的丹海 也不分先后地被冻穿 直到他们坠落虚空 都还没反应过来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他们甚至都没看清楚 是谁动的手 碰 轰 碰 三道血淋淋的身影 不分先后地 从虚空中坠落 让怀抱在一起的灵霄和消香 不由地一愣 嗖 两人猛正间 叶辰已经如一道金光 从天而降 助力在了两人身前 突然有人出现 让两人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 不过 当看到戴着鬼明面具 额头愁字之后 两人对视了一眼 又看向了叶辰 秦宇 一时间 两人只敢脑海一阵眩晕 不曾想到救他们的人 竟然是名震大楚的杀神秦宇 更加没想到 会在这里看到传说中的那个人 其实 你们也可以叫我叶辰 叶辰一笑 俯手摘下了鬼明面具 露出了自己的真容 你 叶 叶辰 两人整个都愣在了那里 难以置信地看着叶辰那张脸 怎么 不认识了 叶辰一笑 一只手已经放在了灵霄的肩膀上 一只手放在了萧香的御肩上 而后滚滚真元暴涌 灌入了两人体内 这 这怎么 灵霄和萧香正正地看着叶辰 你不是死了吗 小爷 我是那么短命的人吗 叶辰耸了耸肩 简直难以置信啊 灵霄张了张嘴 明镇大楚的沙神晴雨 竟然就是单胜夜晨 萧香的脸色也是无比的震惊 啊 三人谈论之际 不远处传来了惨叫声 被废了修为的三个黑衣人 已经被楚灵玉强势搜魂 他们的记忆被楚灵玉强势掠夺 带到三人昏倒之后 楚灵玉这才一甩秀发走了过来 还真是巧啊 横月第九分店的人 其中有一个 还是横月第九分店的副店主 横月第九分店 叶辰眉头一皱 看向了灵霄和萧香 什么情况 横月第九分店的人为何追杀你们 是我灵家那帮老家伙 请他们出手杀我们的 灵霄无奈地笑了 笑得有些悲凉 灵 灵家 叶辰一愣 更猛了 你不是灵家的少主吗 你家的人咋会追杀你 他现在已经不是灵家的少主了 一旁的萧香接过了话头 而且满脸的自责愧疚 叶师弟你走后 萧峰师伯就被软禁了 我们便离开了第九分店 和灵霄哥哥去了北楚灵家 说到这里 萧香满脸的泪花 他们不知从何处得知我的过往 而灵霄哥哥又要执意娶我为妻 灵家勃然震怒 叫我们赶出了灵家 其后 我们就遭到了追杀 灵霄继续说了下去 笑得很是坦然 我知道 追杀我们的 不是父亲的人 而是灵家另一个派系的人 想要除掉我这个名义上的少主 好让他们派系的年轻子弟上位 说着说着 灵霄叹息了一声 我们从北楚被追杀到南楚 本想找个地方归影 但却不知为何 灵家的那班老家伙 勾结了尹之平 派出了杀手追杀我们 我们逃到这里 便遭遇了横跃第九分殿的人 听两人说完 叶辰眉头皱了一下 能想到在两方联合追杀之下 灵霄和萧香逃得有多艰难 不过 对于灵霄 她还是很欣慰的 为了一个被玷污过的女子 竟然不惜对抗家族 放弃那至高无上的权力 甘愿和萧香一起背负仇恨 真是两个可怜的小家伙 楚灵欲唏嘘了一声 说道 啊 去千秋古城吧 那里很安全 千秋古城 对 就去那里吧 叶辰笑了笑 看向了萧香 御灵师叔 掌门师伯都在那里 我师父和掌门师伯他们 萧香愣了愣 这些天来 她也听说了横跃的重大变故 不止他们被追杀 杨顶天他们也被追杀 我既然回来了 便自然要带着大家杀回去 叶辰一笑 所以 千秋古城 就是我们反攻的大本营 还有我炎黄的大军 炎黄 大军 两人又是一愣 诺 你们面前这位 就是炎黄的圣主 楚灵很随意地 插了一句嘴 你是炎黄圣主 这下 两人眼中浮现出的 乃是震惊之色 早听闻戏灵的炎黄统一了 却不曾想到 圣主竟然是他们面前的秦宇 单圣夜晨 杀神秦宇 炎黄圣主 这些天来明镇大楚的三个人 竟然是一个人 两人安能不震惊 师姐 去千秋古城吧 夜晨再次笑了笑 那里会是我们的家 师伯们都在 我们需要时间集聚力量 待他日杀回横月 嗯 萧香重重地点了点头 听到家这个字 他美眸中 还有泪花涌现 小子 你果然没附我萧香师姐 你这个兄弟 我认了 夜晨重重地拍了拍 灵萧的肩膀 去吧 去灵萧古城 待他日 我喝你们的喜酒 一定一定 灵萧洒然一笑 而后拉着萧香 直奔一方而去 他们走后 两道身穿黑衣的人 跟了上去 灵萧和萧香虽然察觉了 但却没有明言 知道 那是夜晨派去 暗中保护他们的人 不由得心中暖流涌动 那灵萧小姑娘 人还不错啊 灵家那般老家伙 是不是眼瞎了 看着两人离去 楚灵玉撇了撇嘴 你懂个屁啊 夜晨瞟了楚灵玉一眼 我萧香师姐不是处子之身 她是我恒月第一个 被宿主玷污的人 一个大世家 会容许他们的少主夫人 是这样的人 还有这事啊 楚灵玉唏嘘了一声 若是这样说来 那灵萧还真是不错 不扯没用的了 夜晨直接打住了这个话题 瞟了一眼不远处的 三个昏厥的黑衣人 又看向了楚灵玉 整个意思 其中还有一个是 恒月第九分店的副店主 诺 他们的记忆 楚灵玉已经将一块玉碱 递给了夜晨 正愁怎么混进第九分店呢 夜晨唏嘘了一声 当即捏碎了玉碱 随着玉碱碎裂 玉碱中烙印的三人的记忆 全都被夜晨射入了神海之中 通过记忆 他了解到 那第九分店的副店主 是一个叫正料的傻逼 实力在空明七重天 竟然做了恒月第九分店的副店主 这后台不是一般的硬啊 夜晨沉吟之时 楚灵玉已经玉手 已经贴在了夜晨胸膛 下一刻 夜晨体内一道灵符 被他给抓了出来 仔细一瞅 乃是昔日阳顶天 给夜晨的那道隐秘气息的七天符咒 你干嘛给我抓出来 我就指着他浑水摸鱼呢 夜晨大呼小叫的 本章完 第583章 突发状况 小说 仙武帝尊 作者 六界三道 你懂个屁啊 楚灵玉瞥了一眼夜晨 七天符咒 不是这么用的 那咋用 夜晨疑惑地 看着楚灵玉 木偶 是要配合这个用的 楚灵玉又将一道紫色的灵符 取出了出来 这是无相天咒符 他与七天符咒配合 才能完全遮掩你荒谷圣体的血脉 晓得吧 这个意思啊 夜晨不由地摸了摸下巴 还炎黄圣主呢 还风云沙神呢 还单圣呢 这都不懂 楚灵玉说着 已经将七天符咒 和无相天符咒融合 再次打入了夜晨的体内 除此之外 他又取出了一道灵符 而后把正料的一滴鲜血 滴入了进去 这又是啥灵符 夜晨好奇地问道 眼天修为咒符 楚灵玉说着 这个咒符最大的能力 就是能模仿人的修为 打个比方 这灵符中 滴入了那正料的鲜血 那灵符融入你体内之后 你便可模仿它空明镜七重天的修为 这灵符只是模仿修为等级 不会对战力有丝毫加成 就算你模仿的 还是天静修为 但你的实力 还是空明镜一重 这样说 你晓得吧 我懂 夜晨咧嘴一笑 意思就是 忽悠别人呗 可以这么说 楚灵玉说着 又将眼天修为符 打入了夜晨体内 有这灵符 为你便通修为境界 他人便不会通过你的修为 看破你的身份 这个真不错 夜晨嘿嘿一笑 我正为这事发愁呢 变身术变得只是容貌形态 可不能连修为也一起变了 这个好 这个好 嘿嘿嘿 看看 幸亏我跟来了吧 不然铁定栽根头 楚灵玉美好气地 瞥了一眼夜晨 那我还得谢谢你 夜晨咧嘴一笑 而后一个转身 变成了正料的容貌形态 因为眼天修为符咒的缘故 他的修为也跟着演变成了空明镜七重天 在外人看来 夜晨的修为是空明镜七重天 但实则 夜晨的实力还是空明镜一重 还真如夜晨所说 这灵符就是拿来忽悠人的 变 这边 楚灵玉也变换了容貌形态 变成了另外一个黑衣人 变得还真是一模一样 夜晨摸着下巴 俩眼圆溜溜的 直勾勾的盯着楚灵玉双腿之间 看那里鼓鼓的 让他生出一种特别奇怪的感觉 你看什么 楚灵玉狠狠瞪了夜晨一眼 没什么 我就是想问一下 你以前那是一个洞 现在是一根罐 有啥感觉没有 滚 我就是说说 夜晨不由地撇了撇嘴 然后对着黑暗处支会了一声 你们 把这仨人带回千秋古城 可千万别让他们死了 明白 当即 就有三个人影现身 将已经昏厥的正料 他们带走了 这也是为了安全起见 这正料可是 横跃第九分店的副店主 在横跃宗本部 必定有灵魂玉牌 他若死了 那灵魂玉牌必定破裂 可能会打草惊蛇的 安排了好了之后 夜晨这才脚踏着虚空 向着楚灵玉追去 天色临静黎明 两人这才在一座庞大的古城前 停下了脚步 再来横跃第九分店 夜晨还有有诸多感慨的 只是再来 却是来杀人的 是要引出来杀吗 楚灵玉看向了夜晨 进去瞅瞅再说 夜晨当先一步走进了第九分店 守门城门的 都还不忘对着他恭恭敬敬的行上毅礼 两人一前一后 来到了第九分店的店主府 副店主 还未上前 守在府邸门口的四个守卫 便纷纷恭敬地行了一礼 店主可在 夜晨声音带着威严 演得是入目三分 就连那锐利的眸光 也扮得很是逼真 还真别说 他这眼神 让四个守卫 浑身机灵一颤 店 店主在地宫等您 嗯 夜晨轻恩了一声 便迈步走了进去 走进店主府 夜晨便眸光微眯地看着四方 每一个路过的人都被他收入眼底 只是 这一路走来 他几乎没有发现几个熟悉的人 以前杨鼎天的嫡系 或许早就被尹志平给分到了其他各个分店之中 如今这第九分店 杨鼎天的嫡系 已不足以前的两成 夜晨约莫孤记了一下 说话间 两人已经一前一后 走进了地宫 入眼 夜晨便看到 庞大地宫深处的 盘坐在石台上的一个人影 那人看起来瘦骨灵巡的 头发有些奇怪 一半白一半黑 气势甚是雄浑 而且周身还萦绕着一股诡异的力量 时而还有低沉的龙银声 此人 不用说便是横跃第九分店的店主苍行了 除了苍行 夜晨还看到了另外一个人 他身形雄伟 挺拔如山 但黑发之中 却是夹杂着诸多银丝 仔细一瞅 可不正是消风吗 他助力在那里 被符文铁链锁着 浑身修为都被封了 神色淡漠 没有丝毫的情感可言 萧师伯不应该在地牢锁着的吗 怎么会被带来这里 夜晨眉头不由地皱了皱 感觉有不好的事情要发生了 打败他容易 短时间内击杀有些困难 这边 楚灵玉瞥了一眼苍行 不由地传音给了夜晨 更何况是在不惊动别人的情况下 见机行事了 不急 夜晨深吸了一口气 正料 人可抓到了 这边 苍行已经睁开了双眼 双眸有点红 还闪着幽光 很是犀利 对 被他们跑了 夜晨慌忙说道 语气是唯唯诺诺诺的 演得真是入目三分 跑了 苍行冷哼了一声 缓缓起身 闪着幽光的眸子 死死盯着夜晨 堂堂一个分店副店主 外加两个空明镜 竟然连两个林须镜的人都抓不住 我要你何用 店主明剑是林家家主亲自派人将他们接走的 夜晨慌忙便捷 而且还林家家主给扯了进来 这个理由堪称完美 要知道林家家主可是准天镜 他们三个空明镜抓人失败 也是情有可原的 林奥天竟然也来难处了 果然 苍行并没有怀疑 眸中却是闪着深意之光 此事你不要再插手了 两三秒之后 苍行这才沉声开口 说着还不忘看了一眼一旁的被封着的萧峰 今日我要压着他去横月 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别的事 需个两三日 我走后 分店的事你暂未处理 闻言 夜晨眉头一皱 慌忙说道 他关在第九分店不是好好的吗 为什么要送去横月宗 带长教的意思 不是 苍行回答得很是随意 是我自己的决定 他还有大用 关在横月更为稳妥 说着 苍行就要压着萧峰 去往传送阵方向 这边 夜晨心中不由的一急 若是萧峰关在横月 那就更难救了 此一瞬 他慌忙传音给楚灵御 能不能暂时封住这座地宫 与外界隔绝 最多一分钟 楚灵御轻语一声 够了 夜晨点了点头 而后慌忙叫住了苍行 店主 我此番出去 寻了一宗宝物 你要不 看看 本章完 第584章 干脆利落 小说 仙武帝尊 作者 六界三道 哦 刚走没几步的苍行 眉毛一挑 又转过了身 锐利的双眸 饶有兴趣地 看向了夜晨 请出来给我看看 夜晨一笑 翻手将大罗神鼎 取了出来 嗡 大罗神鼎刚刚取出 便闻一声嗡鸣 他庞大厚重 古朴自然 锐气内敛 大巧不公 顿甲天字烙印其上 自行运转 时而也还能听到 大道交织的天音在响彻 还真别说 苍行还真凑了上来 双眸放光地 看着大罗神鼎 以他的眼界 自然看出了大罗神鼎的不凡 绝对是一宗好宝贝 见苍行看得入迷 夜晨对着楚灵玉使了个眼色 楚灵玉会议 玉指轻弹 将一缕神光弹飞了出去 画成了一层虚幻的防护罩 隔绝了地宫和外界的联系 而夜晨这边 已经绕到了苍行的身后 翻手 取出了打神鞭 滚滚的气缘 灌入在了里面 这一切 苍行虽然未曾察觉 但一旁被封在一旁 不能动弹的消风 却是看得真真的 搞不懂这副店主和副店主护卫 到底要做什么 妙 真是妙啊 苍行看着看着 不由得暗自叫好 大罗神鼎的神奇 将他全部注意力 都吸引了过去 就是现在 动手 夜晨眸光一冷 豁然扬起了打神鞭 嗯 感觉到身后有寒风袭来 苍行瞬间反应了过来 豁然转身 但迎面便看到了一根 灵天下的铁边 碰 如此短的距离 饶式苍行都没时间反应 天灵盖结结实实地挨了一边 嗯 纵然是准天静修为 苍行也被一边砸得闷哼 神海顿时一阵嗡鸣 正亮 你敢算计我 一瞬的恍惚 苍行勃然震怒 但迎接他的 又是临天一边 这一边之后 夜晨眸足够了劲 一口气 砸出了十几遍 刚刚反应过来的苍行 整个人都被砸得灯灯的后退 神海的嗡鸣 头颅的刺痛 让他闷哼不断 你该死 毕竟是准天静 苍行顿时恢复了清醒 赫声冰冷 杀气通天 当场就仰起了手掌 然 早已叙事待发的楚灵玉 从身后发动了攻击 手里握着的 乃是一把青色的杀剑 其上还撕裂着雷电 萦绕着神盲 乃是绝杀的一剑 破 随着鲜血飞剑 刚要出手对付夜晨的苍行 便被楚灵一剑洞穿 杀剑 是从后腰刺入 从苍行的下腹刺出 啊 苍行一声惨叫 甚是凄厉 楚灵玉这一剑 堪称霸绝 也甚是刁钻 把我的很准 掌握得也很精妙 一剑 就废掉了苍行的丹海 丹海被毁 准天境也会是废人 再给你补一边 剑苍行捂着下腹 半跪在了地上 夜晨二话不说 上前又是一边 啊 苍行又是一声惨叫 没有了灵力护体 没有了修为在身 这一边砸得他 头颅血肉模糊 剑状 夜晨当即上前 一道灵符在手 瞬间封住了 苍行说话的能力 这是一场近乎完美的袭击 一代准天境强者 就这么被废了 虽然废得有点扯淡 但夜晨和楚灵玉 毕竟是成功了 而且前后不过十秒 楚灵玉设下的静止实现 也还没到 继续封住地宫 夜晨对着楚灵玉 说了一句 而后手掌已经按在了 苍行的天灵盖上 进行搜魂 嗯 霸道的力量 强势涌入脑海 让苍行脑炉置于炸裂 虽然剧痛 却是叫不出声 因为他说话的能力 都被封印 不知过了多久 夜晨这才收回了手掌 深深吐出了 一口浊气 苍行的记忆 竟被射去 而被废修为 又被强势搜魂的苍行 整个都昏厥了过去 呼 至此 夜晨这才深深吐出了一口气 额头还有冷汗直下 这前后虽然不到十秒的时间 却是异常凶险 这若是失败了 被苍行逃出去 从而招来分店的强者围攻 纵然他跟楚灵玉 外加一尊准天境的英明死江 都多半会折在这里 真是惊悚啊 楚灵玉 也不由地深深吐出了一口气 谁让我的大罗神顶这么掉呢 看得这么入迷 不应他应谁 夜晨黑黑一笑 说过之后 夜晨慌忙转身 看向了还被封在原地 助力不动的萧峰 此刻 萧峰的表情是最奇怪的 这一切都是 在他的注视之下完成的 分店的副店主 和副店主护卫 竟然撂倒了分店的店主 这是为什么啊 萧峰很是郁闷 到现在脑袋都没转过圈来 夜晨一笑 但还是上前 一件劈裂了封着萧峰的符纹铁链 封印被解开 萧峰愕然地看着两人 你们这是 萧氏伯 刚才的绝杀掉不掉 夜晨咧嘴一笑 已经俯首便回到了原来的模样 你 夜 夜晨 萧峰顿时正在了那里 我知道你要问啥 夜晨黑黑一笑 我没死 又活了 活得好好的 这 萧峰只敢头脑眩晕 一时间猛症 脑袋都没有转过弯来 他想破脑袋 也想不到夜晨还活着 而且就在刚刚 还搞残了一个准天镜 夜晨一笑 将自己的想说的话 直接会成了神识 传进了萧峰的脑海之中 再看萧峰 当看到夜晨解释之后 脸色顿时变得震惊 炎黄圣主 杀神晴雨 单胜夜晨 不知过了多久 萧峰这才反应了过来 眼中还有亥然之色 到现在都还无法相信 师伯 这是正料的灵魂记忆 你用他的身份 夜晨将一枚玉剪 递给了萧峰 我用苍行的 夜晨颠颠一笑 而后一个转身 变成了苍行的模样 变得是入目三分 特别是那小眼神 变得那叫一个传神啊 你掌门师伯他们呢 读取了正料的记忆 萧峰慌忙看向了夜晨 都好着呢 夜晨宽慰一笑 都在千秋古城 千秋古城 是低 我们再集聚力量 准备大反攻 好 萧峰一声叫好 声音洪亮 笑声雄浑 夜晨的归来 让他燃起了似火的斗志 没想到 这次顺利的 让我出乎意料啊 一旁 楚灵玉唏嘘了一声 不过 还真别说 这个方法倒是实用 用在其他一个分店店主身上 或许也会取到同样的效果 我就是这么想的 夜晨黑黑一笑 如今第九分店六成以上的 都是尹志平的人 现在都要诸葛请进来灭了吗 萧峰看向了夜晨 先停一停吧 夜晨轻轻摆了摆手 缓缓说道 苍行的记忆里 尹志平和郑阳宗 要对清云宗有大动作 这才急召九大分店店主回宗 你的意思是 楚灵玉和萧峰 纷纷看向了夜晨 既然第九分店 一半多都是尹志平的人 那打仗自然不能 领着我们的人去 当然要领着尹志平的人去 而且打的还是清云宗 用敌人的兵 去打另一个敌人 哪一方死了人 我都不心疼 兵法上这个什么来着 借刀杀人 萧峰也不由得爽朗一笑 此事靠谱 甚是靠谱 这个办法真见 不过我喜欢 楚灵玉黑黑一笑 这是苍行的灵魂记忆 叶辰给两人纷纷递过去一个遇见 把我们的人和尹志平的人分清楚了 带我从横月宗回来 领着尹志平的人去干涨 这事儿好办 萧峰拍了拍胸脯 交给我了 还有把苍行秘密送到千秋古城 叶辰看向了楚灵玉 另外通知终将前辈他们打通第九分殿和千秋古城的空间通道 再让那边派点强者过来 以后这第九分殿就是俺们的了 晓得了 楚灵玉说着还不忘整出一个OK的手势 就这样 我先去横月宗 叶辰说着便向着地宫深处的虚空大阵而去 本章完 第585章 太虚之魂 小说 先武帝尊 作者 六界三道 随着虚空大阵转动 叶辰瞬间消失在了里面 进入了空间通道之中 一般而言 诸如三宗 每一宗都有九大分殿 每一座分殿中 都有一座通往本部宗的虚空大阵 这样的虚空大阵 平时是不会开启的 就算是开启 也得得到本部的同意 这是为了以防敌对势力 从分殿的虚空大阵 攻入宗内 所以 想要借助分殿的虚空大阵回宗 大前提就是 本部那边解开那边的封印 这空间通道才算打开 自然 这分殿和本部的虚空大阵通道 最大的作用 就是可以相互救援 各大分殿和本宗有虚空大阵相连 而九大分殿之间也是如此 都有通往各大分殿的虚空大阵 其目的 也是为了战时可以相互救援 所谓九大分殿 九九连环 就是这个意思 龙眼 空间通道的夜晨 开始通过分身呼唤远在正阳宗的太虚古龙 有事说 太虚古龙还在午睡 就又被夜晨给吵醒了 我再去恒月宗的路上 我体内有七天符咒遮掩气息 有无相天咒符遮盖血脉 还有眼天修为符变通修为 那恒月宗的太虚古龙 能不能认出我 能 太虚古龙想都没想 就直接说了 而且说得很是肯定 真的假的 夜晨不淡定了 那我这么过去 要是被认出来 他们还不群又弄死我啊 谁他娘的知道 你压得去恒月宗啊 太虚古龙骂了一句 我们是太虚古龙魂 乃是魂的形态 可以很容易认出你的灵魂源 你压遮盖血脉 气息和变通修为 对修饰管用 对太虚古龙魂没掉用的 那咋办 夜晨慌忙问道 你现在在哪 空间通道 那你冒充的是谁 太虚古龙再次问道 恒月第九分店店主苍行 夜晨如此地回答 有没有苍行的血 有 夜晨当即说道 说着 都还不忘看了看自己的手掌 之前搜取苍行记忆的时候 在苍行的天灵盖上 沾染了一些鲜血 把你苍行的血 抹在你的眉心 我传你 一宗太虚遮魂之术 太虚古龙悠悠说 我就知道嘛 啥都难不倒龙也念 夜晨咧嘴一笑 当即静心宁气 准备接受太虚古龙的秘书 很快 一股庞大的信息 通过他的分身传给了本尊 被夜晨全部摄入了神海 而后心无外物地领悟着 因为还在空间通道 时刻都有可能到达横月宗 记住 这个太虚遮魂秘书 只能维持三日 太虚古龙告诫道 还有 你记住最重要的一点 不要去看影制屏的眼睛 也千万不要在他面前动仙伦眼 不然通过仙伦眼 那个太虚古龙 依旧能认出你 明白 夜晨轻轻点头 便顿入了领悟之中 时间缓慢流逝 一刻钟之后 夜晨这才深深吐出了一口气 缓缓睁开了双眼 这是妙啊 夜晨唏嘘了一声 按道太虚古龙所传的每一部秘法 都堪称逆天啊 所谓太虚遮魂 顾名思义 就是遮盖灵魂源 至于要用到苍行的血 那自然是为了冒充苍行的灵魂源了 要知道 就算是一滴血中 也是蕴含灵魂的 只是一般人捕捉不到罢了 没有多想 夜晨慌忙见苍行的血抹在了 他的眉心 继而双手结印 心中太虚遮魂的秘法法门默念 很快 被抹在眉心的鲜血蠕动了一下 缓缓变成了一道龙行的符纹 继而便融入他的眉心 消失不见 感觉自己的灵魂源 被一股神秘的力量 遮盖变通 夜晨深深松了一口气 他是有点后怕的 得窥问了一下太虚古龙 不然这要傻不拉几地去了横月宗 被尹志平体内的太虚古龙魂认出来 十条命都不够折的 三天的时间 不能直视尹志平的眼 不能在他面前动心轮眼 夜晨牢记了这三点 便迈步走出了空间通道的出口 走出来之后 乃是一座庞大幽寂的地宫 苍行殿主 掌教在大殿等候 刚刚走出来 守在传颂阵旁的两个老者 便拱手行了一礼 其他殿主可到了 夜晨一脚迈出了传颂阵 就等您了 嗯 夜晨轻恩了一声 便迈步向着地宫外走去 待到走出地宫 夜晨忍不住环视着横月宗 横月宗一如既往的光鲜亮丽 到处都飞翼光滑 整个都笼罩在飘渺云雾之下 久坐庞大的主风 还是那么巍峨高耸 各大宫殿楼阁 还是那么气势辉弘 这里 曾经就是家 但如今却是让人心寒的瑟瑟发抖 收回了目光 夜晨转身扶摇直上 走入了威严庞大的横月宗大殿 入眼 他便看到了 坐在殿中央最高处的影制屏 此刻正慵懒地躺在座椅上 悠闲地转动着拇指上的扳指 而他座位前 还有一个女弟子 跪在那里 为他捶腿 不由的 他眸中微不可查地闪过一道寒光 但也只是一闪而过 纵然 他对尹志平的杀鸡 已然到了无法遏制的地步 但在这里 他必须得压制 这要是一不小心暴露了 那明年的今日 就是他的忌日了 他虽然自信 但也不至于狂妄的眉边 这里可是横月宗 横月宗若是想杀他 一拥而上 他绝对是死死无生的下场 自尹志平身上收回了目光 叶辰瞟了一眼下方 两边各坐着四个人 他们 便是横月宗八个的殿主 第一分殿殿主 滇空 第二分殿殿主 虚镇 第三分殿殿主 仲贤 第四分殿殿主 西门通 第五分殿殿主 血炎 第六分殿殿主 涂身 第七分殿殿主 古元 第八分殿殿主 承玉 苍行 就等你了 叶辰刚刚走进来 第六分殿殿主涂身 便阴阳怪掉一句 不愿意等可以不等啊 叶辰悠悠一笑 演得还是入目三分 而且苍行的记忆里 他与这第六分殿殿主 本来就不合 能给他好脸色才怪了 少他娘的 给老子摆这副臭脸 涂身冷哼了一声 涂身 你是不是想出去练练 叶辰端起了酒杯 饶有玩味地抿了一口 话语依旧悠悠 而且还充满了挑衅 打就打 怕你不成 走啊 好了 高位上的尹志平玩味一笑 两位殿主难得见面 伤了和气可不怎么好 愤 愤 带掌教都介入了 涂身和叶辰 自然不会太过放肆 又纷纷坐回到了原位 带到坐定 第一分殿的殿主 颠空开口了 笑看尹志平 掌教 你把我们都召回来 莫不是有大动作 那是自然 尹志平笑得玩味戏虐 明日郑阳宗九大分店店主会来我横月 商讨覆灭青云宗九大分店之时 把尔等赵回来 也是怕他们耍手段 果然如我所料 下方 叶辰嘴角暗自浸满了玩味笑容 这下 真就热闹了 这意思 横月要与郑阳宗达成同盟了 这边 第二分店店主悠悠一笑 可以这么说 不过 这一口气覆灭青云九大分店 这可不容易啊 第三分店店主 仲贤饶有玩味地把玩着酒杯 弄不好会是一场席卷难处的大混战 二对一 三店主 莫不是没有信心 尹志平优笑地看着仲贤 那倒不是 仲贤露出了森白的牙齿 都还不忘舔了舔舌头 我是怕杀得不过瘾啊 此话一出 其他几位店主也是如此 露出了凶宁之色 舔着星红的舌头 就连夜晨也是如此 做戏吗 自然是要做全套的 如此 各位店主且先回去歇着 尹志平悠悠一笑 笑得 还是那般戏虐 你们的住处 我已然命运安排好了 祝各位玩得开心 如此 倒是谢过长教 几人纷纷起身 脸上还挂着淫秽笑容 眼中也还透着寿性的凶光 本章完 第586章 凄惨的女弟子 小说 仙武帝尊 作者 六介三道 出了大殿 夜晨便领到了 横月宗深处 一座小山峰上 山峰峰顶 是一座雅致的阁楼 殿主 阁楼前两个长老 纷纷恭敬地行了一礼 都下去 夜晨直接摆了摆手 而后推门走进了阁楼里 阁楼内成一件 那是一个小别院 入眼 他看到的就是三个女弟子 盘膝坐在那里 而且各个声的花容月貌 而且各个都被封住了 丝毫动弹不得 夜晨眉头一皱 瞬间明白了怎么回事 这是尹志平为各大分店店主准备的 他骂的 当场 夜晨就想骂娘了 真是做了带长教 就无法无天了 竟然将宗内的女弟子 抓来公分店店主发泄授欲 如此行径 让他对尹志平的杀鸡更胜一分 这么久了 尹志平做了这么久的长教了 不知有多少女弟子 已经被店屋残害了 夺回恒月 刻不容缓 夜晨深吸了一口气 晚一天就有人受害 晚得越久 恒月宗的弟子被荼毒就越深 这边 三个女子满脸惊恐地看着夜晨 美眸中满是泪花 虽然被封着 但娇躯却是瑟瑟发抖 好像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也好像知道自己会是怎样一个结局 哎 夜晨一声叹息 挥手将三位女弟子的封印解开了 求求你 饶了我们 饶了我们 封印刚被解开 三个女弟子就跪伏在了地上 哭得跟泪人一样 如今的他们 是何等的卑贱啊 起来 夜晨当即说道 不想死的话 就老老实实地待在这里 夜晨的话带着威严 让三个女弟子不由地一颤 哪敢不听命令 慌忙起身 瑟瑟发抖地助力在原地 脸颊之上躺满了泪花 这边 夜晨已经寻了一个舒服的地方坐下 见三人还在瑟瑟发抖地站着 不由地笑了笑 坐下吧 放心 在这里 你们是安全的 虽然如此 但三个女弟子却还是摇了摇头 动也不敢动 见状 夜晨心中又是一声叹息 你们是哪个主风的弟子 玉林峰 玉兴峰 我们是玉兴峰的 其中一个身穿白衣的女弟子 唯唯唯唯唯地说道 玉兴峰 夜晨 喃喃了一声 为什么不离开恒远 夜晨往嘴里灌了一口酒水 再次看向了三个女弟子 听闻此话 三人泪如雨下 我们都被种下了皱印 走不掉的 皱印 夜晨刚要往嘴里灌酒水 但听到这两个字便眉头一皱 眼眸微眯地看着三位女弟子 在他们灵魂上寻到了一道诡异的龙形皱印 叶晨发现 那龙形皱印在不断地稀释着他们的晶圆和灵魂里 龙眼 叶晨呼唤了太须古龙 你来瞅瞅 这些皱印 你认识不 文言 太须古龙慵懒地抬起了龙眸 看向了叶晨的九个分身 似是能通过分身和本尊的联系 看到那三个女子灵魂上的皱印 太须古龙皱 太须古龙不由得微眉了一下眼睛 什么是太须古龙皱 叶晨慌忙问道 那是一种恶毒的皱印 西年便被我太须古龙的至尊给封尽了 太须古龙缓缓说道 语气有些阴沉 此皱分诅咒和紫皱 诅咒存在于施术者体内 紫皱重在被施术者的体内 紫皱一旦中入体内 便可吸收被重皱者的晶圆的灵魂力 通过皱与皱的联系 将稀释来的晶圆和灵魂力 传到施术者的体内 这就类似于我的分身和本尊对吧 叶晨摸了摸下巴 九个分身 吸收大地晶圆 然后再传给我这个本尊 对 那这就不好办了 叶晨皱了皱眉头 天晓得他给多少人种下了紫皱 我与他之间必有一战 这意思就是说 他可以远远不断地 从身负紫皱的人身上 汲取晶圆做补充 灵魂永远都无法枯竭啊 这还不是罪要命的 太虚古龙悠悠一声 太虚古龙皱恶毒之处就在于 身负诅咒的施术者一旦死了 那被种下紫皱的人 也一样会没命的 听到此话 饶氏叶晨的定力 眉头都紧锁在了一起 这么说杀了他 会有很多人跟他陪葬 所以说 你横跃宗的那个太虚古龙是邪恶的 竟然连封禁的咒法都交给了宿主 这是丧心病狂的节奏啊 那这咒印怎么破 叶晨慌忙问道 他可不想因为灭了尹之瓶 而再配上那么多无辜人的性命 很容易 炼化他体内的诅咒就行了 太虚古龙悠悠说道 记住是炼化不是毁掉 既然是炼化 自然要先封住他 但这可不是一个人两个人可以做到的 想封住九成契合度的宿主 难如登天啊 真是该死 叶晨眸中寒忙乍射 恐怖的杀鸡 让小别院的一花一草 都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冻成了冰渣 叶晨突然露出了杀鸡 让那三个女子浑身一颤 扑通一声 就跪在了地上 浑身瑟瑟发抖 大气不敢出一声 见状 叶晨慌忙收了杀鸡 哎 叶晨一声叹息 微微上前 将三人扶了起来 安心在这待着 别出去乱跑 叶晨声音的和煦 让三个女子有些意外 这与他们想象中的场景有些不一样 他们以为 这个分店店主 会将他们蹂躏至死 但那样的画面 却是没有呈现 不过 他们是幸运的 幸运遇到的是叶晨 若是遇到的是其他的店主 恐怕可不仅仅是被玷污那么简单了 这边 叶晨已经走了出去 直到出去之后 他都还能听到 里面三个女弟子的乌叶声 啊 叹息了一声 挥手封闭了阁楼门 便一步走下了山峰 此刻 夜幕已然降临 横跃宗的弟子 已经开始三三两两结队的回山峰 路过夜城的时候 都还不忘 好奇地看一眼 因为普通的弟子 基本是没见过分店店主的 分店店主的任务 便是镇守横跃宗的势力范围 就如凡人界中的诸侯一般 夜城双目扫来扫去 先轮眼时而会开启 发现了很多弟子 体内都有骤印 而且看样子 很多弟子都还浑然不知 不只是弟子 就连有的长老也是如此 尹志平 你他妈的牛逼 夜城深吸了一口气 终究还是压下了冰冷的沙鸡 这一路走来 他看到了很多熟悉 但几乎没什么交际的弟子 也看到了很多生面孔 这一路上 他也都在环看着四方 每一座阁楼都尽收眼底 灵气阁 万宝阁 藏书阁 每一座山峰 也都如记忆中那般 玉女风 玉星风 天玄风 烈焰风 闪开闪开 都没长眼吗 很快 嘈杂的声音响起 一帮弟子拥促着几个弟子走来 个个都是嚣张跋扈 骄纵蛮横的 一路上也基本没有人敢惹 夜城抬眼看去 那几个人倒是熟悉 孔曹 左丘明和江阳他们 还有外门的紫山 江浩他们 他们 之前和尹志平本来就是一丘之和 现在尹志平做了代长教 大权在握 更有太上长老护佑 连杨顶天都被弄走了 简直就是横跃宗的王 身为尹志平的人 他们不嚣张 就奇了怪了 闪开 说你呢 这几人还真是嚣张的没边了 不知道夜城是谁 就敢对着夜城大声呼喝 本章完 第五百八十七章 殿主息怒 小说 仙武帝尊 作者 六界三道 他妈的 说你呢 见夜城未动 孔曹凶神恶煞的吼道 找死不成 夜城冷笑 当即挥动了手掌 猛地抡了过去 啪 随着响亮地把掌声响起 孔曹整个人都飞了出去 而且 飞还不是一般的远 直接从内门就飞到了外门 在虚空中 划出了一道优美的弧线 见状 不只是左丘明和江阳他们 就连四周的弟子 都顿然色变了 这是怎样的实力啊 一个灵虚径 就被这么一巴掌 轮飞了出去 轮飞了孔曹 夜城一步步地逼向了左丘明他们 既然都是作恶多端的人 他是没必要留守的 就像刚刚的孔曹 就算不是死 也基本无缘先休了 而且 他现在可是扮演的 可是第九分店的店主 是一方诸侯 手握一店大军 纵然左丘明他们与尹志平的关系再好 也只不过是一个弟子而已 如此 相比下来 尹志平还会偏谈左丘明他们 除非是他的脑子被驴踢了 你 你别过来 紫山和左丘明他们脸色煞白 惊恐地后退着 店主息怒 店主息怒 很快 就有长老过来了 而且还是熟人 乃是外门人杨风的首座青阳真人 许是因为与赵志平 尹志平的关系 被调到了内门做长老 店 店主 听到这两个字 紫山和左丘明他们脸色顿然大变 扑通通地跪了一片 他们又不傻 店主是何等存在 岂是他们可以招惹的 店主息怒 青阳真人 慌忙拱手一礼 一脸的谄媚笑容 饶过他们吧 青阳 你这是要插手吗 叶辰倒是真住足了 却是看都没去看青阳真人一眼 还请店主卖我一个薄面 放过他们吧 你的面子不值钱 叶辰细虐地瞥了一眼青阳真人 青阳的话语 是肆无忌惮的 不过 他的确没再找紫山和左丘明他们算账 因为像他们这些人 将来是要当着整个横跃的面 用横跃的门规进行制裁的 叶辰走开了 但身后的青阳真人老脸 已经阴沉到了极点 不过迫于叶辰店主的压力 却也没敢发作 都给我滚回去 心中的怒吼 青阳真人都发到了左丘明和江阳他们身上 若是别人还好说 那是疑店之主 若叶辰真想杀 尹志平这个代长教都不会说什么 徒儿之错 徒儿之错 左丘明他们纷纷爬了起来 浑身冰凉无比 似是在鬼门关走了一遭 连走路都走不稳了 这边 叶辰已经立在了万宝阁外 下意识的 他往里面看了一眼 他记忆中庞大川的身影没有了 现在的万宝阁老板 是一个瘦骨灵巡的长老 想到庞大川 叶辰心中便是一阵悲痛 脑海中能够想到 那个胖子老头 被一毛钉死在望天牙上的场景 那是 何等的凄惨啊 长老 你不会白死 叶辰心中默念了一声 便转身走开了 接下来 他去了外门 看了一眼万宝阁 灵气阁 藏书阁 任务阁 乾坤阁 灵草原 以前经常去的地方 都逛了一边 雾是原来的雾 但人已不是原来的人 走在横跃的大地上 叶辰找不到丝毫的家的感觉 感受到的净是冰亡 最后 他上了玉女风 如今的玉女风 虽然也如原来那般 但却幽深死寂 多处已经长满了杂草 小竹林也如原来一般 站在那里 他四世都还能听到 西岩和虎娃修连式呼吓的声音 啊 最后 叶辰还是叹息了一声 转身离开了 刚刚回到了阁楼里的小别院 那三个女弟子 便不由地蜷缩在了一起 一脸惊恐地看着叶辰 好似有流不完的泪 看着惹人疼惜 可愿跟我去第九分店 叶辰坐下了 又掏出了酒壶 笑得很是温和 三个女弟子 你看到我 我看到你 显然没曾想到 叶辰会这么说 这边 叶辰已经变化成本来的模样 你 叶 叶辰 三个女子四时认识叶辰 当看到叶辰的真容 满眼竟是无法置信的神色 三位师姐 可愿跟我走 叶辰再次一笑 你 你不是死了吗 三人 还在猛正的状态 这些都不重要 明日我带你们离开 叶辰笑道 掌门师伯 风师伯 道玄师伯 你们的师尊慕容妙心师伯 他们都还在 这里不是你们的家 那里才是你们的家 虽然不知道 叶辰为什么还活着 也虽然不知道 叶辰为何就扮成店主 更加不知道 叶辰为何会出现在这里 但三人还是 满眼泪花地点着头 比起跟叶辰离开 他们绝不愿待在这人间地狱 好了 去休息吧 叶辰笑着摆了摆手 而后转身 走进了阁楼里 看着叶辰的背影 三个女弟子的视线 变得有些模糊了 不知为何 看到那张脸庞 他们瑟瑟发抖的身体 突然有了一股暖流 一日 依旧是横跃宗大殿 待到叶辰走进来的时候 其他八位殿主已经到了 而且个个都神色淫晦 似是在 谈论着昨夜的事 叶辰不用去想就知道 昨夜不知有多少横跃女弟子 被蹂躏致死 他心中的杀鸡还是被声声压下了 心中却是在咆哮 这里的八个人 一个都跑不了 很快 尹志平也来了 依旧是戏虐玩味 走上了掌教该坐的位置 各位店主 昨夜休息的可还好 尹志平慵懒地躺在了座椅上 饶有兴趣地看着叶辰他们 多谢掌教 好的很 徒生笑得很是淫晦 那一双森白的牙齿 还闪闪动着幽光 其他人也基本都是如此 虽然叶辰极不愿意 但还是露出了和他们一样丑恶的嘴脸 还是那句话 做戏吗 还是要做全套的 来了 尹志平瞥了一眼外面 嘴角还尽着细虐的笑意 闻言 众人也纷纷看了过去 大殿虚空外 十几道身影驾驭飞鸿而来 速度极快 而且是各个气势雄魂 不用说就是郑阳宗的九大店主 还有负责过来谈判的人 不过 待到叶辰看过去时 眼睛不由地微眯了一下 目光落在了十几人为首的 那一个身穿白衣的女子身上 许是太过惊艳 所以才显得与众不同 鸡 鸡凝霜 叶辰心中恶然了一声 本章完 第五百八十八章 短暂的谈判 小说 仙武帝尊 作者 六界三道 他竟然也来了 叶辰难难了一声 能在这里见到鸡凝霜 他还是很意外的 玄灵之体竟然来了 其他几店的店主 也纷纷诧异了一声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第二分店 店主须震悠悠一笑 他现在不只是郑阳宗的圣女 还是郑阳宗的第九分店的店主 这么说 成坤这是要扶他做接班人了 八成是 第八分店店主成郁 玩味一笑 郑阳宗每一代的长教 都是从分店店主中选的 当年的成坤做长教之前 不就是先去第一分店 做了十年的店主吗 英宙退位后 他就做了郑阳宗的长教 如今的必定也是如此 第五分店店主悠悠说道 而且看向激凝霜的目光 都是那么的阴险 不只是他 店中其他几位店主也是如此 怪只怪激凝霜太美了 都是一些兽性的好色之徒 怎会不起色星 高位上 影制品也是如此 优笑地看着外面的激凝霜 还舔了舔心红的舌头 一双眸子中 除了戏虐 就是赤裸裸的淫晦之光 悬灵之体 你迟早都是我的 终有一天 我会让你在我的心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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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死 说话间 吉宁霜已经第一个走进了大殿 不过 从夜晨身旁路过 他却没有丝毫的感觉 神色淡漠 目不斜视 好像就当作是没看见夜晨这个人似的 不晓得 若是他知道 坐在这里的横宇第九分店的店主苍行 就是夜晨时 会是咋样一种表情 吉宁霜身后 还跟着八个人 乃是郑阳宗其他八个店主 至于八个店主身后 还有跟着三个蒙着黑袍的人 看不清容貌 只能透过细小的缝隙 看到一双木讷的双眸 更是没有丝毫的情感波动 阴明死将 夜晨眼眸再次微眯了一下 还是准天境的阴明死将 虽然夜晨有些诧异 但还是能想得通的 要知道这是来横月宗的底盘 为了安全期间 还是多带点 而比较稳妥 夜晨算了一下 郑阳宗九个店主八个准天境 机宁霜战力 也不弱准天境 算上三尊准天境的阴明死将 整整十二尊准天境 郑阳宗的阵容 不是一般的庞大 这边 大殿中的气氛 变得有些压抑了 要知道 郑阳宗和横月宗 还是敌对的宗门 殿主与殿主之间还没说话 但隐隐的气势 便已经开始争锋了 以至于大殿中的气氛 瞬间凝固到了极点 各位远道而来的道友 还请上座 尹志平悠悠一笑 打破了现场的僵局 哼 哼 双方纷纷冷哼一声 这才霸占 另一边 尹志平已经戏虐玩味地看向了机宁霜 郑阳圣女 莫不如我们开始吧 我郑阳宗的条件只有一个 机宁霜目不斜视 坐在那里神色淡漠 依旧蒙着面纱 美眸中之中 也没有丝毫的情感波动 就如一个刻画的栩栩如生的冰雕一般 哦 尹志平悠悠一笑 但不知郑阳宗唯一的条件是什么 代覆灭青云宗九大分店 所得的战利品 包括青云宗的地盘 视力范围内的临时矿山 我郑阳宗统统不要 机宁霜话语平平淡淡的 我们只要以死人的肉身 此话一出 坐在末尾的夜晨 眼睛不由的一眯 只要以死人的肉身 夜晨谋中 目光变得锐利了 别人不知道 他还不知道吗 郑阳宗要以死人的肉身 可不就是为了炼制英明死江吗 相比那些战利品 临时矿山 地盘 以死人的肉身 对他们更有价值吧 有了以死人的肉身 便能炼成英明死江 那将来可是一股庞大的战利 有了这英明大军 什么地盘 战利品 临时矿山 不就统统有了吗 郑阳宗好算计啊 夜晨内心冷笑了一声 只要以死人的肉身 横月宗的店主 脸色都有些奇怪 也未曾想到 郑阳宗的条件会是这个 不只是他们 就连尹志平 都微眯了一下眼睛 他可不像夜晨 夜晨心知肚明 但他就知道少了 根本就不知道 那些以死人的肉身 代表的是何种意义 那可比战利品 地盘和临时矿山 价值大多了 但不知贵宗要这么多 以死人的肉身 有什么用 尹志平悠闲地 转动着拇指上的扳指 饶有玩味地 看着姬宁霜 这你无需管 姬宁霜的话语依旧清冷 自始至终 他的神色都没有变过 特别是感觉到尹志平和颠空 须振他们 那一双双淫灰目光时 他的神情就显得越发的冰冷 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谈得成就谈 谈不成就算了 郑阳宗第八分店店主 当即说道 好 本长就答应了 尹志平悠悠一声 那么 现在来谈谈联合之事吧 这个我们也只有一个条件 郑阳宗第一店主开口了 贵宗一店 我宗一店 两店合为一军 一窝 两宗十八店为九军 九军对青云九店 同时发动攻击 我们要的是速战速决 这事靠谱 叶晨抿了一口酒水 为了把戏眼的逼真 这丝也还不忘对着 姬宁霜标志性地 投去了银鞋的目光 让姬宁霜的脸色 再次冰冷了一分 如此 就这么定了 尹志平慵懒地躺在座椅上 笑得玩味细虐 这丝虽然是九成契合度的宿主 实力超强 但脑子可就不怎么好使了 就拿郑阳宗提出的那个 只要死人之躯体的条件 明眼人一看 就知道有问题吗 你他妈的 还答应得这么爽快 待到搞定了青云宗 他年郑阳宗的英明大军 会让你很高兴的 如此 那就九日后凌晨 还望贵宗早早准备 郑阳宗第一分店店主 瞥了一眼尹志平 好说好说 告辞 吉宁双他们 真是来得快去得也快 带他们走后 横阅的店主们 都还没反应过来呢 这么高级别的谈判 这么大规模的行动 谈了不到一刻钟就完事 也未免也太快了吧 我真无所谓 夜晨倒是悠闲 依旧喝得有滋有味的 反正到时候 他领着的是尹志平的人去干着 死的也不是我们的家人 随便你怎么整 不过九天的时间嘛 夜晨心里琢磨着 还不忘瞟了一眼其他几个店主 他暗自琢磨着 九天的时间 足够把这八个人都搞定 搞定了他们八个 就相当于掌控了 横阅宗九大分店 到九日后 与清云宗开战 都领着尹志平的人过去 夜晨想着想着 心里就不由得笑了 领着尹志平的人过去打清云宗 用敌人的兵去攻另一个敌人的城 借刀杀人 真心不错 本章完 第589章 宝贝不错 小说 仙武帝尊 作者 六戒三道 高座上 见金凝霜他们都走后 尹志平这才悠悠一笑 看向了夜晨他们 各位店主有什么想说的吗 郑阳宗开出的条件 有些诡异 第一店主颠空沉吟了一声 只要死人之躯 让人想不通了 要不要请示一下老祖他们 坐在末尾的夜晨悠悠一声 还在有滋有味地抿着酒水 自始至终都没有去看尹志平的眼睛 师祖在闭关 此事我做主了 尹志平悠闲地转动着拇指上的扳指 他们收死人之躯 就给他们收好了 如此 我们现在就回去准备 第二店主虚震已经起身了 把那些不老实的人都给我拉上战场 尹志平戏虐一笑 眸中还有幽光闪烁 不老实的人 诸位店主闻言 挣了那么一两秒 但很快就反应过来了 所谓不老实的人 可不就是杨鼎天在位时的势力吗 把他们送上战场 死了也是无关紧要的 明白明白 几大店主纷纷对视一笑 你也不傻呀 叶晨心中已经冷笑了 不过 这次你注定要失望了 说着 叶晨也跟着走了出去 虽然他很想给尹志平抛过去一道冰冷的寒芒 但想想还是算了 临走临走了 可不能没事找事了 出了大店 叶晨便把第八分店店主承玉拽住了 有事 承玉疑惑地看着叶晨 当然有事 叶晨说着 还不忘把承玉拽到了一边 很是神秘地笑了笑 我最近寻了一宗宝物 不知什么来历 你给我瞅两眼 宝物 听到这两个字 承玉眼睛亮了一下 什么宝物 去我第九分店瞅两眼不就知道了 我那可是还为你准备了几个角色美女吗 叶晨说着 还不忘对着承玉 紧眉弄眼一下 那就去看看 走了走了 保管你满意 叶晨直接拖着承玉就走了 带到来到地宫 其他几大店主 已经纷纷踏上了回店的传送阵 而叶晨把承玉拖到了第九个虚空大阵前 每一个虚空大阵 都对应着一店的虚空大阵 这可不能乱了 也千万记清楚了 不然走错门 说不定就跑到其他几大分店了 而那三个欲兴风的女弟子 早就在叶晨的吩咐下 被带来了这里 没办法 叶晨总不能见死不救 但他此刻的处境 也只能救他们三个 能救一个算一个呗 三个女弟子见到叶晨还好 不过看到承玉时 脸色就瞬间煞白了下来 浑身忍不住的瑟瑟发抖 特别是看到那充满兽性的双眸时 就忍不住的 想要掉眼泪 他们这是 承玉从三个女子身上 收回了目光 看向了叶晨 婉儿剩下的 带回去赏给手下的 叶晨随便扯了一个理由 但这话听着 让那三个女弟子 很是不自然 有情调 一听是婉儿剩下的 承玉顿时就失去了兴趣 直接踏入了传送阵 叶晨冷笑一声 对着三个女弟子使了个眼色 也纷纷走进了传送阵之中 一个时辰之后 一行五人现身到了第九分店的地宫 刚刚出来 叶晨便用神石寻到了楚灵玉 将把承玉引来的消息传引给了他 他把承玉弄过来 为的可不就是故技重施 在这里搞死他吗 很快 楚灵玉便过来了 而且 事先已经布下了禁止 这一次 他有充足的时间 将整个地宫都封得严严实实的 就算是 没能当场废掉承玉 他们也有足够的时间 来应对 你们下去吧 叶晨看了一眼三个女子 是店主 三人不敢停留 而且四世也很聪明 急匆匆地就离开了 见过八店主 这边 楚灵玉已经走了过来 对着承玉恭敬地行了一礼 嗯 承玉轻恩了一声 便看向了叶晨 苍行 你说的宝物呢 拿出来给我瞅瞅 急什么 这不就拿出来了吗 叶晨笑了笑 翻手将大罗神鼎给取了出来 嗡 当场 大罗神鼎就嗡鸣一声 悬浮在了距离地面五寸的半空中 通体留意着道运之气 一缕一缕连在一起 就如小型瀑布一般 很是不凡 这边 看到大罗神鼎的承玉 眼睛顿时就亮了 当场 他就上前一步 还不忘用手指敲击一下大罗神鼎 如今的他 也如昨日的苍行 看得出大罗神鼎的不凡 整个人的注意力都被吸引了过去 见状 叶晨对着楚灵玉舌的眼色 楚灵玉笑了笑 一个眼神就明白了什么意思 这边 叶晨绕到了承玉的身后 而后偷偷摸出了打神鞭 滚滚的真元 灌入在了其中 嗯 感觉到身后不对劲 承玉慌忙转身 只是 他迎面看到的 就是临天而下的一根铁鞭 如此距离 叶晨如此迅速地出手 他丝毫没有防备的情况下 怎么可能躲得过 碰 叶晨全力砸上去的 结结实实地 砸在了承玉的天灵盖啊 嗯 承玉顿时闷哼了一声 蹬得后退了一步 神海一瞬的眩晕 刚要祭出护体灵力 但叶晨的第二边就到了 随后就是第三边 第四边 砸人这种事 叶晨很在行 而且砸的那叫一个稳准狠 苍行 你 承玉暴怒了 眉心当即有神光暴射 只是 一切都已经晚了 因为他身后的楚灵玉已经到了 绝杀的一件 从他后腰刺入 从他前方下腹刺出 整个洞穿了他的身体 毁掉了他的丹海 啊 承玉一声惨叫 迎面又挨了夜晨一边 整个人都跪在了那里 饶事他都没想到 自己准天境的修为 竟然在这样的攻击下翻了船 苍行 我与你无冤无仇 你为何 修为散尽 承玉争鸣着脸庞咆哮着 你与苍行是没有仇 不过跟我就不好说了 夜晨悠悠一笑 便回到了夜晨的模样 笑盈盈地看着承玉 不晓得前辈认不认识我 你夜 夜晨 还真别说 承玉真就认识夜晨 双目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凸显了 瞳孔也在以肉眼可见的宿主 缩成了针尖大小 一脸无法置信地看着夜晨 这不可能 你分明已经死了 我死了吗 夜晨耸了耸肩 我这不是好好地站在这吗 不可能 这不可能 承玉满脸的凶宁 歇斯底里地咆哮着 来人 给我来人 夜晨还活着 快来人给我诛杀于他 只是 他的咆哮 没有丝毫的用途 因为楚灵玉 已经提前封住了整个地宫 则则则 夜晨则则舌 手掌已经按在了 承玉的天灵盖上 承玉啊 你本不是横跃宗的人 偏要搅和进这趟浑水 搅和进来 就搅和进来呗 非要与尹志平为非作歹 我横跃的长老 不知死在你手上多少 血债是要写来尝的 不过小爷我仁慈 再让你活几天 说着 夜晨已经动用的搜魂的秘书 本章完 第五百九十章 随便挑 小说 仙武帝尊 作者 六界三道 啊 承玉的惨叫声顿时响起 甚是凄厉 一股强势又霸道的力量 涌入了他的脑海 疯狂地摄取着他的灵魂记忆 不知过了多久 承玉这才瘫倒在了地上 两三秒后 夜晨这才深吸一口气 睁开了双眼 承玉的记忆都被他毒取 让他意外的是 这承玉竟然不是南楚的人 而是北楚的 让他更加震惊的 是他竟然是嗜血殿的人 而且 夜晨还了解到 明面上是他被尹志平收拢了 实则他是带着任务来的 那就是挑拨三宗混战 以待日后嗜血殿大军南下 真是好算计啊 夜晨冷笑了一声 将踏硬的记忆 封印了一块玉剪中 递给了楚灵玉 咔嚓 楚灵玉捏碎了玉剪 也将里面的灵魂记忆 读取了 也如夜晨这般唏嘘扎舌 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啊 嗜血殿的手伸得好长 南楚的水也好深啊 杀我横月宗那么多长老 真想现在就一掌批了你 看着昏厥的成玉 夜晨冷哼了一声 成玉的记忆 还是很丰富的 最让夜晨忍无可忍的 是他对杨鼎天他们的追杀 简直残忍到了极点 女子被蹂躏致死 男长老直接就割下了头颅 早晚会让你死得很难看的 夜晨后悔了目光 把成玉的储物袋抓了过来 而后口朝下 里面装的东西 无论是灵气 灵石 灵丹 亦或者是灵草 一股脑全被倒了出来 则则则 看到堆积成小山的东西 饶氏楚灵狱的定力 都不由地则舌了 真富裕啊 老规矩 看上啥 随便拿 夜晨对着 已经开始蹲在地上 一件一件地挑了 很希望天雷和鲜火 能给点啥提示 只是他们 却是老实得很 外面 萧峰走了进来 见成玉已然昏厥 便狠狠地松了一口气 如此算计一个准天镜 又在如此短时间内 废掉一个准天镜 或许也只有楚灵狱和夜晨他们 敢这么做 萧氏伯 随便挑 夜晨一边翻来覆去的 看着一颗灵珠 一边说道 我不客气的 萧峰爽朗一笑 在宝贝堆里翻来覆去的 事事真如我等猜测 郑阳宗和横月宗 准备联手对付清云宗了 夜晨一边给萧峰 递过去一份成玉的灵魂记忆 一边说道 而且还是大动作 大动作 有多大 正在挑宝贝的萧峰 和楚灵狱 纷纷看着夜晨 两家要一口气 吞掉清云宗的九大分店 你们说大事不大 一口气 吞下清云宗九大分店 饶事萧峰和楚灵狱的定力 都不由得到抽冷气了 要知道 清云宗九大分店的店主 都是准天境啊 每一店都有强者无数 都有修士组成的军队 数量还不小 这一旦开打 就是战争啊 而且还是规模不小的战争 这弄不好 整个南楚的势力 都会牵扯进来 萧峰沉吟了一声 整整27店的战力 这要是开打 整个南楚都会炸开锅啊 27店的战力 灭三宗任何一宗 都绰绰有余了 楚灵狱唏嘻了一声 当然 灭我炎黄也是不在话下 这一旦开打 就是尸山血海啊 扯淡的是 这么大规模的修士战争 两宗谈判 竟然用了不到一刻钟的时间 跟倒着玩似的 这也太儿戏了吧 楚灵狱和萧峰 不由得扯了扯嘴角 起初我觉得也是 夜晨摸了摸下巴 但回来的路上 我想明白了 尹之平想让反对他的人上战场 以此来清除一己 郑阳宗那边 以我看来 基本也是从附属家族抽掉战力 而且大军之中 不少还是一名死将 这样想来 两家都是无所谓啊 郑阳宗我不知道 不过尹之平的脑子 指定就不好使了 萧峰摇了摇头 虽然我没见过他 不过还算了解一些 这人实力自然是没得说 不过太过独断 也太过狂妄自大了 我敢说 若是一切都按照 你已经死了的诡计来上演 恒月迟早会毁掉他手里 这个我倒是同意 楚灵狱耸了耸肩 战争吗 纵然你一个人再强 也很难逆转的 有时候质量的强横 是敌不过数量的优势的 那么 大战什么时候开始 萧峰看向了叶晨 九日后凌晨 那你打算怎么做 楚灵狱看向了叶晨 继续整啊 叶晨咧嘴一笑 咱俩合作得这么默契 按照这个速度 用不了多久 恒月其他几个店主 就会被我搞残了 然后我们就领着影制屏的人 去干账呗 纵然是两宗十八店联合 也多半会损失惨重 萧峰摸了摸下巴 陈寅道 要知道九大分店的 都有连接着本部的虚空大阵 相互是可以救援的 这跟我们没关系 叶晨笑了笑 郑阳宗是敌人 青云宗是敌人 而我们领着的影制屏的人 也是敌人 让他们打呗 吵死狗 你还真别说 想想就有点激动了 萧峰爽朗一笑 炎黄的军队过来了吗 夜晨看向了楚灵狱 来了 我没让进城 现在散布在第九分店的周围 那就再给千秋古城那边传讯 派两个准天进过来 嗯 就让天皇的景江 和白翼前辈过来吧 还有虚空大阵 也要赶快打通了 九日后大战之后 我们就要与恒月开战了 明白 楚灵狱点了点头 那就准备一下吧 夜晨伸了一个懒腰 第八分店给搞定了 明日咱俩就去第七分店逛逛 还是这个靠谱 楚灵儿黑黑一笑 转身走了出去 临走前 还不忘把昏厥的成狱给拎了出去 是不 第九分店的中影制屏的人有多少 搞清楚了吗 瞟了一眼楚灵狱 夜晨看向了萧峰 将近七成是尹志平的人 萧峰说道 不到两成是掌门师兄的嫡系 还有一成多的人 是保持中立的 不过我会负责拉拢的 这事儿我再行 那尹志平的人 战力咋样 还行 萧峰摸了摸下巴 这几个月来 他收拢了很多强者 还组建了一个叫血域的组织 各个都是强悍之辈啊 若非如此 掌门师兄他们 也不至于那般凄惨 那就一个一个地阴死他们 夜晨冷笑了一声 你办事 我放心 我去忙了 萧峰欣慰地拍了拍夜晨的肩膀 而后转身走了出去 呼 萧峰走后 夜晨深深吐出了一口气 将混阳古城宇文老祖的肉身 取了出来 那日就走楚灵儿之前 他在宇文家大殿中 可谓是大开杀戒了 与火针和雷炎 这俩准天境的英明死将联手 加上鲜火道身 天雷道身 和一气化三清道身 他们足足灭了二十多孔空明镜 三十多个灵虚镜 外加宇文老祖这个准天境 至于宇文家老祖的肉身 他自然是不会放过的 虽然宇文老祖也是准天境 但却是准天境级别的强者里垫底的一个 不过 就算再弱 他也是准天境不是 本章完 当报應了 我连药 翁 我连药 你连药 你连药 你连药